大坝塌了 飞船丢了 这次印度下狠心砸一百万亿卢比 目标是基建狂魔 他们能办得成吗 作为我们的邻居 印度一直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 尽管他们拥有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地位 但印度的奇葩事件却连连发生 如今 印度似乎也找到了他们问题的症结 并且开始下决心改变 那么他们的改变会顺利吗 据新华社9月8号报道 日前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表示 计划在五年内投资一百万亿卢比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而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起草一份基建项目清单 这些项目通过评估之后 将会在今年到明年开始开工 并且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工 一下子拿出了一百万亿卢比 看得出来 印度市认得下决心 要改变当前国内基础建设糟糕的现状了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发出信号 或许是与印度在最近几天 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有关系 先是一座建造42年的大坝 一天之内就塌了 之后筹备十多年的登月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另外8月30号的数据显示 今年的第二季度中 印度GDP的实际增长率仅为5% 创下了6年来最低数值 而为何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很大原因在于陆下以来遭遇了各种自然灾害 印度极其糟糕的基建设施 无疑也是这些自然灾害的帮凶 据统计 印度约有6亿人口 遍连着水源压力 而每年因为没有安全水源问题 导致死亡人数更是超过20万 能狠下心来投入巨资搞基建 的确是很明智的选择 但虽说如此 在印度的这份计划中 我们仍能看到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100万亿卢比的项目要在5年内完成 这很容易想到 他们被称为基建狂魔的邻居 而印度的新计划可以看出 他们想成为第二个基建狂魔 不仅要追求数量多 还要追求速度快 然而 以印度目前的实力有保证吗 看是教训还是吃的不够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